这个疫苗是要买给市民的还是全国民众 按照中央的整个要交给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编个五亿的预算 去帮全国买疫苗吗 买不到的话那你没用 第二件事情是买了以后要给台中市民打 而不是中央这么用 那你可以专案啊跟他讲啊 没有现在陈时中央打已经宣布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编个五亿的预算 去帮全国买疫苗吗 我们还会再上议会聊天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议会通过的你不赞成咯 要第一个要请议员能确定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疫苗是要买给市民的还是全国民众 按照中央政策要交给国家 要交给国家 我说过了我们没有反对了 我们没有反对的议会已经通过了嘛 已经通过了请你写计划出来 你可以在计划上就讲说 我的建议款是我们市政府的款项 我们希望专案给市民打嘛 对不对 要写出来啊 先把这个钱找出来写出来 我想我们议会不会反对啦 主持人这是一个我们体制的问题 因为它通过 议会通过 我刚才来时就是议会通过的东西 希望市政府能够照案办理 这件也是照案办理啊 所以我就在强调 希望我们市府赶快 这款计划拿出来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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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